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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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离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 绑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谢谢 小姑娘 你多大了 我觉得我的体型很像十岁 面部像四十岁 还好啊 你脸上真是好多黑色的纹路啊 对 其实我十五岁 你介绍一下自己吧先 大家好 我叫陈文静 我来自江苏省延城市大方区 歌唱的挺好听的 你是受过专业训练吗 没有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我好像看你手上和脸上 都全是伤痕的 不是伤痕 就是吃药吃的 副作用 什么病啊 我是慢心理细胞白血病 当时查出 四岁查出病的时候 当时是个绝症 我小嘛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绝症 之后我爸呢就在那哭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哭 之后他告诉我 没事 医生让你吃这个药呢 让你以后更美 更漂亮的 我就叫美型 漂亮型不能丑 之后现在骗人 他手上脸上都是啊 但是你的心态很好 心态 哎呀 已经习惯了 这个病呢 我这次去检查医生说 你可能真的挺不过的 他说如果看命运吧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那我就说也行 走了也行 回炉重造 说不定是个绝食大美女也行 因为我现在这只眼睛 已经完全就是 红了 就是这样看是看不清的 你站在舞台上这会儿 虽然说满脸堆笑 但是你这身体舒服吗 身体怎么说呢 我不懂得什么叫坚强 只知道叫死撑 我是死撑着过来的 痛苦的话也谈不上 我觉得有那么好多 就是社会上的好心人 关心我 我没有资格去痛苦 哪些好心人 比如说我哥哥 给我捐了骨髓 亲哥哥 头目一副的 对 还有一个是我学校的校长 他就去给我写了个提倡书 他就发到网上 学校里 单位里 给我捐了 一共总共应该是八十万余元吧 他说很感谢他 我们虽然苏不相识 但是他却要帮助我 就是我们总是会觉得 为什么这些事都烙你身上 说这个就有点流泪了 我这次去检查 医生告诉我 我可能后面没有机会再唱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唱的 他说你如果不吃药的话 你可能以后再也唱不了歌了 因为我的五脏六腑都在衰竭 就是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哑巴 或者是下子 曾经接触过一个患骨癌的患者 他就每天想着死的事情 因为骨癌特别的疼 他说我好想从窗户上跳下去 我真是忍受不了 但有的时候又想想 这个世界上 还有太多值得眷恋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你来一定是有心愿的 对 这个心愿也许就是 支撑着你现在在生活当中 抗衡病魔的一个支点 是吧 来 先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 当着我妈妈的面抱一句平安 谢谢 来 请回 抱一句平安 但你问题是 你现在不是很平安 不敢跟他说我不平安 因为 那你为什么要说平安 如果跟 要跟他说平安 他的心才会大下来 如果跟他说不平安的话 他有心脏病 我怕他哪天跟我一样了该怎么办 他还有家庭 你现在很少见他 很少见 有时候不敢见 我怕他老是问 你病怎么样了 我怕他问 那也就是说 现在他还不知道 你现在的病情怎么样是吗 对 他知道我生病 但是不知道我的病情 但按道理来说 你病成这样他应该来看你 还是不要来看了 你说说不要来看 其实内心是想让他来看 是吗 所以你希望在电视机前 他能看到你今天的幸福心愿 是 那这一声平安应该怎么说呢 我没有太多问题 因为说过几年真的康复了 你就不说谎了 我怕他知道之后很难过 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 还要去担心另外一个人内心的一些想法 这女孩对于母亲的爱得有多深呢 想她吗 我想 去找过她吗 没有 那你现在跟谁生活 现在跟我的爸爸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爸爸也在婚 对 但还好哥哥们都对你不错 是的 是吧 来 有请爸爸 爸爸很年轻啊 你多大年纪 十二 四十三 嗯 比我才大两岁 你看上去这么年轻啊 我显老吗 他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病症 2007年 那时候还跟他母亲在一起吗 那时候还在 都不等 酒 帅 重点 喝了 喝 喝了 喝 喝 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面对着他 你好好看看他 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手 你好好看看摸摸他 陈文静 陈文静 陈文静你让你妈妈好好看 她头上的头发是假发 你知道吗 你有多久没见他了 我身体不好 我是有心脏病 心脏病 也比较严重 就你看我现在站在台上像个人似的 就是回去不准了 晚上半夜就送到医院 送去一抢就 就在医院就要待了一个月至20天 你知道他患病吗 他一开始生病的时候我在家 你知道他有这么严重吗 不知道 因为他一直跟我就是报喜不报忧 有时候他要是打个电话 他就是说他一切都好 不让我知道 有多久没有跟他有连线 也有二年多了吧 你会不会觉得 得一个慢性白血病的一个女生 能够扛食一年也算是个机械 我女儿比较坚强 她勇气比一般人都要大一点 我知道了 那时候她开始生病的时候 我整天就扒在床边我再哭 她就说妈妈你不要哭 我不会死的你放心 她每次她就是这样 在鼓励我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见完面之后 你应该或多或少地 腾出更多的时间来陪她 你把刚才的心愿 再对着妈妈再说一遍 妈妈 我想跟你抱一片 我知道 妈妈知道 妈妈现在看到了 你好好地抱我 我知道 不能让我都抱太久了 15岁的人抱起来 跟抱小孩一样 才50来斤嘛 是吧 来 我们五位观察团成员 也来说说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 然后我也曾经就是 再次组织家庭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每一个妈妈 都是一定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事 我们才能有这个机会成为妈妈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积德才能够得到的 我觉得我们要惜福 不管家庭什么样子 不管身边的人什么样子 只要我们有这个福气成为了母亲 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多爱她一点 多陪她一点 阿姨很希望能够 能够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也送上一点资金支持 希望能够为自己 买一点喜欢的衣服 希望你能够开开心心 漂漂亮亮的 没有人知道生命的终点在哪儿 但是只要我们活着 我们就把每天活得漂亮 加油 谢谢 其实我喜欢唱歌呢 就是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 小时候她说我在睡觉 我就想听妈妈的唱的摇篮曲 不然我不睡觉 我会大闹大哭 之后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乐观好好活下去 以后一定要再回报妈妈 要把妈妈的心脏病治好 谢谢我的宝贝女儿 小姑娘 你这么坚强 乐观 我跟你说个故事 我三十年前 当时的协和医院 终于柔好医院 诊断我两个绝症 一个是肝臊综合症 一个是系统修观浪窗 给我就是两年的时间活着 但是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乐观的 可以这个精神能治疗你的疾病 我只代表我 沈阳交通海减肥医院 支助你三千元 让你这个今后治病力当中 多少补助你一些 以后有什么困难的 你可以随时找我 我会帮助你的 谢谢 谢谢老师 通过你唱的这首歌 我感觉你那些里头 也压了好多的苦 可能说有那些压了好多 想对母亲说的话 其实白血病不是看不了的 你把 还把你那种 一直现在的 这种开心快乐 它就一直走下去 你的病情会好 忠实环硕啊 助力你三千万元 去帮助你 在一个我们中国社会艺术协会啊 旗下有个少儿基金会 它是针对所有白血病的大疾病的 我回去帮你申请 由我们少儿基金会去帮助你 助力你 谢谢老师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着这个 生老病死 但是今天从这个小姑娘的身上就是 就是能够看得到 自己能够算得出来 自己的死亡的这个日子的时候 我自己我是无法想象这种事情的 所以首先第一个你非常非常坚强 这个确确实实是 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 你的心愿呢 其实今天已经实现了 这个叔叔呢 也没有什么多的可以帮助你的 我也代表我们熊九集团 给你捐助五千块钱的小红包吧 谢谢 好不好 那就买一份 给自己买一份喜欢的礼物 买一份自己喜欢的东西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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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还想再说一句 我希望我死后 可以给我送一些话筒 让我唱歌 我想让你们给我请一个专业的老师 教我唱歌 我想到了天堂以后 变成一个歌星 我还想飘飘凉凉的 我不想再有伴了 我想跟正常人一样 不想说他们的骑士 每个人看到我 都会觉得看到怪物一样 我以前也是很漂亮 我希望我死了以后 你们不要哭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